星期四晚舉行的第四場MIRROR紅館演唱會發生意外 目前還有兩個人留意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向受傷人士致心切慰問 初步知道發生事故的大屏幕用兩條鋼索吊起 其中一條鋼索斷裂令大屏幕跌下來壓傷舞蹈員 匡民署會成立專責工作小組聯同勞工處、機電工程處和專家調查事件原因 初步可能我們都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去做 發生這件事大家都不想見到 現在去講究竟哪一個環節出錯 或者哪一個要負責 我覺得可能是言之上早 在法例之下我們會嚴格執行 誰需要負責我們一定會去追究到底 譬如很簡單 我們初步看到那條鋼索斷了 斷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可能要拿去做一些檢測 可能要找一些專家去研究 在運作上的問題 資料本身的問題 這些在現在來說是暫時說得到的 楊潤雄說早前接獲關於MIRROR演唱會舞台走位的投訴 已經向主辦單位提出改善意見 而第二場即是26日晚的表演已經改動了 他又提到康民署作為場地管理人 會和租任者達成協議 而通常在一些比較大的舞台表演 是由租場人士負責整個場地的安全設施 康民署就檢視他們是否拿到有關證明 先容許節目進行 至於調查出爐之前 康民署會和正是準備演出的場地租用者 檢視表演場地和裝置設計問題 同日特首李家超見記者的時候 提到會為回港探望傷者的家屬提供充足協助 事實上我們的醫務衛生局 已經主動聯絡了他的家人 提出在他來到香港的時候 我們會去安排他去醫院探望傷者 這方面我們是會全面去配合傷者家人的需要的 先試一試 我們會 biased 我們會有多分 剛才看完 在眼前 我們會有很多 你會有很多